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类的静态成员 类的静态成员包括静态的数据成员和静态的成员函数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静态的数据成员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设计一款战争游戏 在这款游戏中分为多个兵种 每个兵种都有一定数量的士兵 游戏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 每个兵种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士兵 同时由于战争的消耗 每个兵种士兵的数量都会减少 为了使情节更逼真 也用了一个士气这样一个概念 当士气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兵种士兵的战斗力就比较强 如果士气比较低的话 那么这个兵种的战斗力就比较弱 士兵的士气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就是跟当前这个兵种的士兵的数量相关 这个兵种的士兵的数量比较多 这个士气就比较高 士兵的战斗力就比较强 如果说当前这个兵种的数量比较少 那么士气就比较弱 战斗力也就比较弱 为了实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记录一个当前兵种的数量这样一个变量 怎么来实现呢 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维护一组全局的变量 每个全局变量呢 都会记录某个兵种当前的一个数量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但是呢 使用全局变量会引入很多的问题 我们这里不推荐使用 那么究竟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首先呢 我们在使用全局变量的时候 安全性得不到保证 这是因为我们在程序的各个地方呢 都可以自由地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如果说我们在某个地方 有可能偶然的一个失误 都可能导致全局变量的值被修改 导致程序变形失败 另外呢 全局变量呢 也会导致命名空间的污染 如果我们的程序比较大 如果你定义了多个成员变量的话 那么各个模块也可能会导致冲突 那如果不使用全局变量 我们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呢 这里就可以使用我们 就可以使用我们这里介绍的 静态的数据成员 这是因为静态的数据成员呢 是为各个对象总共有的 它是不属于某个具体的对象 在一个类的所有的对象 都可以对这个成员进行访问 都可以对读取和修改 一旦一个对象修改了 这个静态数据成员的值 那么其他各个对象中 干数据成员的值 都会被同时改变 我们怎么来定义一个 静态的数据成员呢 方法比较简单 只需要在定义它的时候 在前面加上steady关键字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就要定义一个 nc 类型的steady概念 那么只需要先加steady nc a 静态的数据成员呢 它是属于这个类的 在定义这个类的时候呢 程序就会为这个静态的成员 变量分配了空间 并不是在定义对象的时候 来分配空间的 那定义完一个类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可以对这个静态的 数据成员进行访问 访问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类名 后面跟着一个自用率访问服务 然后跟着这个静态成员的名称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通过我们一般的方法 通过对象名来访问 这个静态的静态成员 下面呢我们来 从我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还看这个CTIM类 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想为CTIM类 定义一个静态的全员量 我们要统计一下 当前已经定义的CTIM类的对象 这里呢我们来定义一个 Static 和Int定义一个Member 用来记录当前已定义的 CTIM类的一个对象 在每一个各的函数内部 将这个值加1 这样就可以实现 记录类对象各种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Static的成员变量呢 不能在类内进行初始化 不能在类外的地下进行初始化 类似于下面这种方式 所以呢我们在CTIM文件 给它进行初始化 类似于这样的方式 首先它是它的类型 一看 表示它位于CTIM这个类 然后Number 代表于0 让它值初始化为0 大家注意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前面不要加Static 加的话是编译不过的 这样的话 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 就为Number这个变量 来分配存在中间 为了跟踪当前对象的数量呢 我们需要在每一次 调用各种函数的时候 为这个值减1加1 在每次调用7个函数的时候 为这个值减1 下面我们来加一下 各种函数里加加 为了使成更直观呢 我们再加1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值进行输出 我们用拷购物的函数 在每个各种函数里 都加上这样子的话 拷购格的函数里面呢 也加上这样子的 在极限输出 为了消除干扰呢,这里我们把它们再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一身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输出了123456 143210 每次够到之后呢 CTIME6的对象的个数就加1 因为从TIME到TIME6 总共是6个对象 对象的数量最多是6 之后呢,可以分别按够到的相反的顺序进行吸购 原来是吸购TIME6 像输出,这是5 接着吸购TIME5 对象就是-1 对象的个数是4 这样,到最后呢 对象的值减少到0 这跟我们的期望是一样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静态的成员函数 成员函数呢,也可以被声明为静态的 在类中呢,只需要在类的声明之前加上一个stylin关键字 也可以将这个成员声明为静态的成员 这里呢,我们定一个新的成员 定一个static 这个静态的成员函数呢 返回当前lemmer的值 比如我们getlemmer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getlemmer就是一个静态的成员函数 声明好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实现 它的实现呢,跟一般的成员函数的实现 现在有区别的 我们来实现一下 直接returnemmer 这样就好了 声明和定议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类的外部 对它进行使用 使用它的方式呢,有两种 跟静态的数据成员是一样的 首先呢,是通过 通过cetime这个类 加一个自用力访问符 来访问 getlemmer 这种方式呢,是通过对象名 来访问 getlemmer 我们在前面也强调过 当我们在调用一个对象的成员函数的时候呢 系统会把这个对象的其实地址 复制给这个成员函数的类似指针 静态的成员函数呢 并不属于某一个对象 它是与任何对象都无关的 因此呢 静态的成员函数是没有类似指针的 既然它没有类似指针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来访问一个对象中的 非静态的成员 无论是非静态的成员函数啊 还是非静态的数据成员 都是没有办法访问的 静态的成员函数的作用 一般都是来处理静态的数据成员 因为它不能访问其他的非静态的成员 比如说在getlemmer这个静态的成员函数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访问second,minute,hour 以及gethour,second,minute 因为它们都是非静态的 它们都是依赖于具体的对象的 而ganmer是依赖于具体的类的 它是不依赖于任何对象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很多初学者在定义静态的成员变量的时候 都会忘记类的外部 给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如果说你把这句话忘记这句话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看一下 你在编译的时候 你就是编译不通过的 因为说有提示说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ganmer是没有定义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在它前面不是要加stylic关键字 加stylic关键字呢 这也是一个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再看一下 也是编译不过的 他说stylic词中类别是非法的 类中定义的stylic的精态的数据成员呢 可以代替全局变量 限制一些职能 它没有全局变量的缺点 它作用域呢 仅限于当前类的作用域 也就避免了在作用域之外 错误的修改